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点影响都没有 这个盘很健康 今天台股开始整理 你看一下成像几亿 今天成像剩689亿 那剩600多亿的一个防守量 还能上涨32点 不错 漂亮 明到天只要大盘 稍微增加到700亿800亿 或许马上又要再走高了 所以我希望接下来 年底周则行情剩不到20天 你继续把握 电子金融传产 都会轮动轮涨 当时候川普当选之后 这四天的一个大量换手 我就开始布局年底的作战股 我当时候买了钢铁 也买了银件 当然也买了一些电子股 有没有 让你产生一个作战利润出来 只是说一些涨多的相关个股 当然短线上 你就不要过度去追价 今天的新光钢 在创新高 今天钢铁类股有利多 钢是好热 保钢热能轮全面大涨 有利多消息 产生一个正面刺激 所以新光钢表现还不错 所以新光钢 我已经卖掉了 卖掉就卖掉了 我不会在今天钢铁股 有利多告诉我们会员 货带的资金当然是要买一些基期比较低的 比如说电子股或是生技股 或是一些还没有发动的传产类股 这有目前布局作战的重心 电子类股 整体来讲基期真的比较低 它的空间会比较大 这个重点在上礼拜尔就跟你分析过了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 上礼拜二的电子股 倒行反转 既然叫反转 代表它的一个上涨力道很大 所以我说过有机会 过前波高 而且如果资金 比如说从传产 从金融 对重为电子股身上 那它的空间真的会很大 所以不要小看 电子股成为 盘面主流的一个机会 电子股有没有上去 上礼拜的倒行反转 创新高之后的回档 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的 这边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就是电子类股的短线支撑 搞不好这一阵两三天就在走高了 明后天如果台股要往上攻 电子股一定会出现 它会攻击给你看 所以谁说电子股没有行情 我们之前操作过 不管是仙境光 还是冰川 哪一档不是超过三成五成以上利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所 给予会员的电子股 光通讯的联军 今天有没有领先电子类股指数走高 比较一下嘛 我选的股票 就是比整个族群的电子类 的一个指数要强很多 这样你来参加我的会员 比较有价值嘛 是不是比较有意义 当时候低档区 你有没有跟 当时候川普当选之后 这三天的一个急杀 急涨急杀的过程 我告诉你要大量伴手 至少你那时候有看我节目 你不会杀在低档 我是给你对的方向 所以整个联军 11月11号嘛 股价最低来到105嘛 我说没有跌破这根长颜的低点 基本面又棒 买 卡位 当时我给你选股方向已经很清楚嘛 川普当选之后跌274点嘛 那我说指数有破这根低点才往上走高 那相关个股 如果没有跌破这根长颜的低点 而且它的基本面又很棒 赶快卡位 赶快加码 联军是其中一档啊 最低105没有跌破这根长颜的低点嘛 开始买 买了之后隔天红K棒嘛 对于他未来走势很清楚嘛 他会先过前波高之后 震一震再走高 所以呢这边是买点 这压回修正过程还是买点 就是加码点 规划的很清楚 你只要照这讯息一起来动作 大波段利润 一定是你的 所以整个联军 有没有先过前波高 红K棒之后规划给你行情真的过高 过高之后震个几天 是不是又往上走高 没有错吧 这之前你规划的一个目标啊 上去过前波高 震一震再走高嘛 过前波高震一震再走高嘛 水月一号来到121.5 出现大量不要急着卖 亮相价型的概念讲得很清楚嘛 他一定还有高点嘛 所以出现上影线不要急着卖 好不好 所以整个联军 水月一号 是不是来到124 我说我还没有卖啊 亲爱的庙 你看到什么现象 投信在做账了 投信在12月初开始买联军 我是买在这个105的位置 那你要跟谁操作 你跟资金要去买基金吗 还是来参加我的行列 哪一个位置比较低 哪一个人的操作 对你来讲 获利的空间比较大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买在这一天105啊 是不是 这一天嘛 11月11号嘛 那涨了一大波 投信真的在卡位啦 这也是我在11月中旬 所告诉你布局方向嘛 年底 一定有一个大作战行情 法轮圈一定会积极拉抬 强势性的GEO股 所以呢 你要领先法轮卡位啊 那法轮会布局什么标的 我讲过啊 我是法轮部 操盘市主管出身的嘛 我太了解外资跟投信的一个 作战的标的跟方向了 只要领先法轮坐在轿上 接下来剩一 不算一个月 半个月的作战行情 你一定可以享受到 法轮帮你抬轿的那种快乐感觉 联军你已经看到了 投信在作战呢 12月5号 来到12月4日 我说还没有卖 当他创新高之后 回档来到120.5嘛 我说我还是没有卖 我做股票 看的是一个破断跟趋势 这行情不会太难操作 这行情还蛮好赚的 回档下来 上礼拜三的联军告诉你没有卖 没有卖不急着卖 投信一直在买 投信到昨天还在大买 今天联军股价来到127.5 你们看到 昨天是12月12号 投信 近期买超最重的一天是在 12月12号昨天 这一根大量 我相信今天投信或是外资 对联军还是正面的一加码 晚上看一下交易所资料 力有三 所以整个联军一个架构 今天来到127.5啊 要卖吗 要卖吗 昨天12月12号投信是不是大买超了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个重点 投信的一个持股部位 在越接近12月的中旬 也就是12月15号 它的持股会接近满水位 因为他们要积极作战 昨天的联军 投信是买超最大的一天 今天应该还是在买超吧 所以我的一个规划未来的 不管是法人动态 还是领先他们个股的一个操作的标的 有没有让你看到大波段行情 这不是一大波吗 我会被洗掉吗 亲爱的同庙 我对他未来走势早就规划给你看了 只要有压回 只要压回都是空手者 很好的上车位置嘛 早就划给你看一定会过这个高点嘛 你想说这些轻财微微吗 没有三两三 是划不出一档股票未来一个蓝图走势的 所以整个联军 今天127.5啊 到今天为止我当然还没有卖 但是会员你放心 这个月是吃法人豆腐圈最好的一个时机啊 我会领先法人卡位 我当然也会领先法人做拔档动作 只是目前联军 不管是量价筹码形态 依然是多方所掌扣 不要随便给我卖出去 好不好 所以呢 做股票有波段行情 你在客气什么 又不是每个月 多所谓的一个年度 年底的作战行情 这个月你要特别的把握啊 谁说电子股没有机会 这空间是很大 光通讯的电子股联军 这样是不是大波段的操作 这档环球金 当然也是电子股啊 11月1号 81开始买啊 对这个讯息 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啦 81买嘛 来到11月18号 99卖嘛 这样一买一卖 就是22% 讯息全程带到 11月18号 看到利多我先卖一趟嘛 所以呢卖完之后 环球金的股价 有没有压回修正 当他12月2号打到94.6 差了10%啊 什么时候可以低接 投票你知道吗 我给你提示很明确 只是说 价位来了 可不可以做动作 你当然要观察 一档股票的一个筹码形态 各方面的条件 符合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低接的动作嘛 所以我高点有卖啊 股价回档修正 基本面没有改变啊 它依然是全球第三大 半导体晶圆供应商 10月营收 新高成长了21%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要不要做接回的动作 12月2号 讲完之后 放个两天价 12月5号 92买 因为止跌向上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当天股价打到 月线这条支撑 月线的支撑 你接下来 12月2号讲完嘛 放个两天价 12月5号嘛 上礼拜92买回啊 就这个位置嘛 来到月线不是要支撑吗 你有没有上过我的技术分析 均线理论的架构 当月线翻扬助长 多头的趋势 当然会因为月线的角度 一直往上扬升没有改变啊 会拉抬股价往上走高嘛 所以上一次11月1号 买在81就是因为它占上月线啊 那99有卖 打到月线92买回啊 92买回啊 上礼拜啊 然后礼拜四 12月8号拉出中长红最高101啊 那整个环球金呢 这几天高档震荡嘛 明天是关键 明天是关键 这句话当然有含义 整个环球金10月营收继续走高啊 年成长26%啊 基本面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只剩技术面临操作 所以我希望整个一个盘 的一个脉络 既然有利 年底的作战行情 你就好好的把握 伦敦农长的格局没有改变啊 目前来讲 电子类股指数机器比较低 所以电子类股里面可以作战标的 当然也比较多 这是我今天要再度提醒你一个重点 包括这档股票很漂亮 漂亮在它的基本面 10月营收年车道理高达27% 目前这叫缩链形态啊 缩链形态即将突破 我展丁姐姐也告诉你 你认为这一道反押不会过对 我认为即将突破 我看的是未来 未来他会怎么走 有没有机会过高 你拭目以待 所以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对年底作战行情 我有没有领先法轮布局给你看 3450的一个联军 你所看到的是 我买在105 接下来真的 真的 投信买在12月份 我领先投信布局在低档 接下来法人帮你抬轿 你得到的就是一个 被抬轿赚取 破断行情的一个轻松利润 希望投票共同来掌握 休息一下 再回到见面一个现场 要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零个不达入回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下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零个不达入回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们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的神盾最低股价来到231 同庙 我提醒你不可以低接是对的 不可以持强反弹 当然也是对的 这档个股的一个操作 赚这一段真的比较好赚 226买的基本单来到285 59块钱 245的加码单来到285卖出40块钱 很清楚的买进跟卖出的讯息 所以10月28号285卖掉之后 整个神盾为什么不可以接 为什么为什么 当一档股票 它的内涵结构已经改变 出现了严重变化 不可以轻易的低接 绝对不可以 你看一下上礼拜三的分析 够不够透彻 10月印收还不错 还成长143% 当然没有比10月份9月份好 但至少它成长 只是说上礼拜三的一个大盘走势还不错 神盾一开盘跌停盘 254 差了三十几块钱 不对 跟你说不对你就不能随便接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整个神盾一个架构股价走势 从上礼拜三来到254 礼拜四又跌了12块半 礼拜五又跌了7块钱 昨天神盾已经跌到238了 差了快50块钱了 离我的卖点285吗 是不是 不可以强反弹 我沿路的告诉你 不可以低接 不可以强反弹 你就不要随便伸手接刀子 高风险 今天神盾呢 找盘 你以为去抢反弹 还是盘中 拉到平盘 你想去抢反弹 到最后的结果 你是会受伤 今天神盾最低已经231了 离我285的卖点 差了54块钱 实际上差了五十几万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对各股的看法 很斩钉截铁 不可以接回就是不可以接回 不可以抢反弹 你就不要认为自己是高手 否则 一档股票如果没有明确的止跌信号 你去做承接 接下来就会像利丰了 4137的利丰 我在去年度的12月份 357卖掉 同样应该还记得吗 357卖掉最低跌到121 差了200多块钱 我357卖掉之后 你什么时候看到今年 我告诉你利丰可以接回 至少在121块以前 有没有 我都没有告诉你利丰可以做一个接回 抢反弹的动作 没有 做股票的最终的一个目的 就是 一支股票如果是不对 这段的一个下跌段的风险 你要完全避开 从357到121 足足差了200多块钱 这是我的本领 不能抹煞 是在今年度121以前 亲爱的朋友 你什么时候看我奖利丰的好 只是近期的利丰 因为他已经重新的站上月线了 那就比较有机会了 但之前 121以前利丰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 可以做接回 抢反弹的动作 并没有啊 所以整个神盾的架构 提醒你 不可以接 他怎么可能 莫名其妙的一个跌停板 背后一定有原因嘛 所以不可以接 接下来你就不会忍受 礼拜四跌了12块半 礼拜五又跌了7块钱 昨天礼拜 又跌2块半 来到238 昨天还告诉你 不要去抢反弹 任何的反弹 看看就好 看他接下来怎么走 边看边学啊 不然我跟你分析神盾 干什么 就是不希望你看我节目 我卖在285的嘛 那沿路的下跌 到今天231 插了50几块钱 你觉得好便宜喔 指纹辨识系统的领导公司啊 基本面目前为止是看的还不错啊 虽然有稍微度的一个衰退啊 我不希望你不明就里 就因为股价的一个便宜 就随便的承接 我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没有符合多方性条件 的一个同时 不要轻易的出手嘛 资金 要懂得花在刀口上 资金当然要集中化 不能建一党爱一党啊 持股 我们给你一个水准 每一个等级 大概两三党而已嘛 两三党对你来讲 很好运用的啦 可以做 做两三支就够了 如果不可以做 每天都给你两三支不一样的嘛 一星期十几支你要怎么照顾 没法照顾嘛 是不是 操作股票 要买有把握的个股 要买 符合买进条件的相关个股啊 条件不符合 就看就好了啊 是不是 这档机会性的股票 12月7号做买回的动作啊 因为它基本面很不错啊 从1到11月份 每月一收 根据你比较成长两位数字啊 接回啊 哪一档 华星科啊 12月7号上礼拜三啊 当时候它的股价 收盘36.4啊 最低35.3啊 我买在36.2啊 看一下12月7号上礼拜三的讯息 11.23分 华星科嘛 形态突破转强36.2 附近接回嘛 经过三分钟 26分股价几块钱 36.15啊 我告诉会员36.2保证一定成交 我就买在36.2啊 当天当然没什么赚啊 收盘在36.4嘛 那上礼拜三买完之后 这几天稍微回档修正 你怎么看 这几天三坑黑街棒啊 那我看到是回档三天 今天转折向上啊 我今天告诉会员再买华星科 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啊 成长两位数字啊 今天的华星科 10.41分 整理三天转折向上 在36.1附近买 我还把一档股票卖掉 资金去买华星科啊 10.41分 36.1嘛 经过一分钟 股价几块钱 36.05 你去对时对价 36.1一定买得到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 华星科当然是电子股啊 尾盘表现如何 买在36.1 收盘36.9 涨1块2啊 也是买卖 今天指数小涨32点 我们今天买的华星科 也是贪买1块 从上礼拜三 已经告诉过你 这档华星科形态突破 要买嘛 对当时候卖在这个位置啊 还记得吗 11月24号 华星科啊 卖在39.4嘛 我卖在高档啊 高档有卖 下来变便宜了啊 开始做接回的动作啊 就买在36.1.2附近啊 上礼拜三的动作 华星科36.2接回 买完之后 洗个三天转折向上 今天华星科36.1还是可以买啊 成本差不多啊 结果呢 一样啊都赚钱啊 涨了1块2啊 今天现买当然还是现赚啊 所以目前来讲 电子类股整体的一个指数在低档 有些基本面很强的 如果在低档区刚发动的跟我卡位 因为它的上涨空间会比较大 这张股票 今年脱利比去年成长 基优股 我买在它形态整理的末端啊 这一根位置 买完之后 有没有出现大量 来到波段新高 我没有卖 当它回档修正洗了5天啊 昨天形态再度突破 昨天礼拜一啊 加码啊 因为我判断 会过这一根大量的高点嘛 量先价型概念 一定会过这一根大量的高点啊 所以呢 这边买 因为形态整理末端买 昨天整理5天 转折再向上 再加码 今天这张股票 红K棒啊 我买在这一天 加码在昨天 今天继续的定高啊 期待值 就是会过这根大量的高点啊 一定会过高 你已经印证太多档了 我不希望下一档 我们布局的年底作战的标的 你再度措施的 波段行情跟理论 有需要任何帮忙的地方 真的不要客气 赶快 跟着庆同老师的脚步 一起来迎接 年底的大作战行情 明天见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